下载iTalk BBTV app 观看更多精彩视频 昨天韩国某男星的一条 真情告白式的社交平台推文 直接让领海相望的内鱼翻江倒海 韩国库隆组合成员 聚俊叶发文称 我们结婚了 和二十多年前相爱的人 结下不解之缘 我们想要延续这份珍贵的爱情 要说这位巨性男子结婚 似乎以他的知名度 是不会给国内娱乐圈 留下任何存在感的 但关键问题就是 他结婚的这位女子 就是大名鼎鼎的大S徐希元 是的 你没看错 大S又结婚了 还是和自己的前男友 随后大S也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 证实了这段婚姻 他说道 人生无常 我们珍惜当下的幸福 感谢一切让我 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的所有 同时也转载了上文 提到了那段聚俊叶的推文 还亲切地称其为 欧巴 看到这一幕秀恩爱的网友们 似乎坐不住了 大呼 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拍啊 这是现实版的言情小说吗 要说大家有这种反应 一点也不稀奇 毕竟这是一段 尘封了20年之后 有重见天日的爱情故事 遥想当年 酷龙组合在台湾非常有人气 台湾的综艺节目 以及演唱会 都会邀请他们出席 担任娱乐百分百 主持人的大S看了演唱会后 成为酷龙的忠实粉丝 并对聚凤叶一见钟情 后来酷龙再度访台 演艺圈的朋友 介绍大S给 居君叶认识 还说 这是你的超级粉丝 两人几乎一见钟情 不久便开始了交往 不过 他有媒体传出 两人已经正式交往的讯息后 男方一直没有承认这段恋情 直到两人分手多年后 居君叶在出演综艺节目时 才敢坦言这段恋爱 据说 两人交往的一年中 他为了大S努力学中文 大S也在工作空档 恶不韩文 为了和大S约会 他还数度变装 秘密去台湾 生怕被粉丝认出 大S在脚踝的纹身 据说 刺得代表男友的韩文 当年 只要酷龙在韩国开唱 他就尽力捧场 不过 他与居君叶的恋情曝光后 南方饱受经纪公司压力 还在北京开唱时 否认曾与大S交往 再去台湾时 更不愿上 娱乐百分百的通告 但让大S伤透了心 后来的故事 大家就耳熟能详了 在居君叶于2010年 在韩国综艺终于承认 与大S曾经交往过的时候 大S结识了王小飞 孕育同一年的11月 闪电订婚 因为在大S眼中 彼时的王小飞 是个宠妻狂魔 不仅睡前 帮老婆按摩按照睡着 吃虾子海鲜 帮老婆拨好 还在老婆受网络攻击时 霸起发文护妻 认识20天 就认定彼此的婚姻 一转眼就维系了10年 2021年3月22号 两人才刚刚庆祝结婚10周年 当时王小飞还发文感叹 老婆 小女孩 10周年快乐 再过10年 希望你还是愿意 结果 三个月后 就惊爆婚变传闻 在6月爆出婚变消息后 当时大S经纪人回应 夫妻俩就是吵了一架 一时的气话 哪对夫妻不吵架 没什么事 大S母亲 当时也间接否认了离婚 但王小飞母亲却被发现 点赞了微博上有关 大S不愿带孩子回中国的帖文 时间又过了半年 纸终于包不住了火 2021年11月22号 大S被爆已于月初申请离婚 两人名下 9亿财产还在协调中 尽管两个月前 王小飞还飞到台湾 与大S相聚 尽管当时对于婚变传闻 满天飞时 他直接在直播时回应 我们很好 但伴随着抢救婚姻大作战的败局已定 这对当年的金童玉女 终究还是玉石俱焚了 面对这场新的婚姻 45岁迎来第二春的大S直言 因为我结婚的时间很晚 所以很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和祝福 感谢大家 而聚俊业 接受韩媒TV daily专访时透露 当时他也是鼓足勇气打了电话 两人聊天中 感觉就像是回到20年前 并坦言 他们已经交往了好几个月 最后是他主动求婚 虽然没办法办婚礼 但他已经准备来台 陪伴爱妻度蜜月 一起度过想聊口的新婚日子 目前 俱焚业正以DJ 制作人等身份展开活动 虽然已经年过50岁 但俱焚业经常分享穿搭 机车 DJ等日常 形象显得非常的年轻 更为重要的是 与大S结束关系的这20年中 他一直保持单身 并且几乎没有传出过任何的绯闻 可以说是等了大S这么多年 终于把他给判回来了 最后 面对这场惊从天降的婚姻 我们借用一位网友的评价 这很大S 是啊 既然能够20天认准一个人 那再找回20年前的旧爱 又有什么不妥呢 就让我们祝福他们能够珍惜 这份来之不易的缘分 白头偕老 永远幸福吧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 本期视频